究竟是不是要回香港了 誰知一看法度 喂!沒有位置 可以錄完一個 小冰小甜 小冰小,幫你酒甜 謝謝 CALL THE ENERGY I HAVE IN THE SIDE HINDA CAN FIND A WAY TO JUST IGNORE IT IN DA KIN ANYONG, I'M MIRA 金稿盆領就要從這個開始 因為上次買用的櫃子之後 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大概這樣放著 然後我的左邊 非常滿意這個畫作 這部分我覺得是非常加分的 這個去廁所的位置 我都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我就決定這樣放 那這塊板呢 上次有人說這塊板不是雲石 但因為它是雲石紋 所以我就稱它為雲石板 這樣用圍欄隔著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之後 是舅舅從來沒有失誤過的 一直都很乖在這個位置 有時候就去那邊 因為有時候怕這邊都餓滿了 那邊是for spare 好了,我現在要來開箱了 好,今天影片的重點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的包裹門 我先開這個 小顆的 究竟這個是什麼 之前擁有的時候 就覺得 反正它也沒什麼用 又不是怎麼理會它 又不是怎麼理會它 但誰知道沒有它之後 它的存在也挺重要的 噔噔 嘩! 就是一個SONY的KID Lens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 本身這部ZV10的 基本鏡頭 話說過也是把腳架 冷到很高 然後就在拍攝 然後兩隻狗就跑來跑去 然後就 這樣 又是這樣 其實我一直都強調我是喜歡廣角鏡 其實我現在是非常滿意這個鏡頭的 但是奈何這個廣角鏡 是不能瞄進瞄進 所以有時候我想拍一些比較仔細 比較close up的畫面 它是用不到的 我就會prefer用這個鏡頭 譬如是煮飯 或者是拍狗狗的時候 多數這個鏡頭都是在家裡用的 我是怎麼都想不到 在家裡用都會出意外 我記得我在IG上 post說 我又跌爛了我的相機 然後我看到有些朋友說 是不是腳架的問題 當然它不是很重 那些腳架 但是它也不是非常弱 因為本身這個相機都很重 真的是運氣問題 如果那兩隻狗 當日沒有在我旁邊跑來跑去的話 應該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現在又跟大家 來做這個開鏡儀式 好了 就是你了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個 這是什麼 它還有一個filter 但是 是這個可以用到filter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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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有個零的位置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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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我之前用這個鏡頭的時候 經常都很擔心 怎麼辦 鏡頭經常會不小心弄花 原來是有filter 為什麼會這麼遲 現在才知道 但是anyway 我現在先換個廣角鏡 因為還要開箱賣 這個 這個才是重點 其實 我深思思了兩個月 近來 終於將它拿回來 我的天啊 好期待 我看 我看已經沒有了 是不是很漂亮 我覺得跟我衣服一樣 哇 好漂亮啊 但是 它很colorful 這是我喜歡的紫色 然後又有 這個湯的筆 這兩個是silicon的廚具 那些用具 這個是隔熱墊 好難理啊 什麼啊 什麼啊 開箱 開箱 很多人以為他們是打架 但其實他們是在玩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他們一天到一刻都是這樣的 當然啦 Teddy是有點覺得不耐煩 但是呢 他這樣不耐煩 一會之後呢 他又會跟Louie玩 其實他也挺疼Louie的 有發覺到 第一個口 一杯 哇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真的好漂亮啊 我一直都想買一套 挺帥仔的 一起來用 咦 我發覺原來 原來他應該是 還沒完全離開 因為這個 我是沒有這麼期待的 說真的 這個呢 也是建了新的 我之前很想要的 沙波冷餐廚櫃 真的 他也是非常出名的 Ficker系列的 煲 這一種呢 很方便 他這樣 鎖開 抹 抹 然後 油 然後 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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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隔熱的手 因為他們主打不黏底 還有是天然的物料 所以就算掛了一些鍋子 但是他也不會有毒的物料 釋放出來會傷害人體 優點就是這兩樣東西 所以現在呢 我就要來馬上試用這些沙波冷餐 好 以後呢 就打算洗一下鍋子 然後呢 他這裡有個說明書 就說 怎樣開鍋好一點 其實呢 我以往的所有沙波冷餐 都是沒有做到開鍋這個步驟 但是因為他這個是天然塗層 我也覺得需要是養鍋會好一點的 用了中性的清潔劑洗乾淨 倒熱水去8分碗 煮棍之後倒去 抹乾 然後用餐紙呢 用一些食用油這樣 塗勻整個鍋裡 日常樣的步驟都是一樣的 就是用完之後 抹乾它 塗一些食用油在裡面 一個月進行兩次以上 用之前呢 再沖洗就可以了 但我可能一開始會 之後用一用應該都會懶的 現在就先洗它 然後用海綿軟的這一邊 哇 全熱超快 好 那開了鍋了 現在呢 就要來做食物了 那我最近呢 其實真的 不斷不斷不斷都很想吃香港的食物 可能真的因為太久沒有回香港的關係 我這些私家的情懷呢 就全部出來了 所以我現在就用我雪櫃僅有的材料 打算做少少香港的食物 順便想測試鑊 看看是不是真的不貼底 我打算做麻婆豆腐 蔥蛋炒飯 對了 這個配搭 來做我的早餐加午餐 要把它變成 碎肉 好像不太行 至少家裡是沒有免治肉 唉 有它了 就這樣了 好累了 然後呢 就醃了些粥 胡椒粉 白胡椒 不知道 應該要放生粉 但是 沒有了 我熟米粉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在雪櫃忽然找到這個 本來它是包麵包用的牛肉 其實它的質地都類似蘿蔔 然後我忽然很想吃菜寶炒蛋 所以我決定 要找它來做菜寶炒蛋 我之前其實也做過的 味道是 都挺像的 韓國應該是沒有辦法找到菜寶這個東西的 就找最近似的食材來代替 如果就要吃了 有這個 連骨炒蛋 我次出傳去 是很害怕 那裡 沒問題 是 這碗 這是 有的 好 很滑 那個 我沒看到 温暖月就成了 一升 Hiphop 你不要吃了 你吃了我也不吃 Чер慰他 每次我煮飯的時候 我常常用紅蘿蔔 椰菜 狗狗可以吃的東西 我常常忍不住吃紅蘿蔔 吃橙 所以我一來廚房 Louie就會過來坐下來等我 希望我可以給他東西吃 因為吃飯的時候我從來不會給他 人家要吃飯 他沒東西吃了 他就會走開 菜脯炒蛋和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我是第一次做的 但我之前已經試過做魚香茄子 是非常之成功 原來麻婆豆腐和魚香茄子的底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都是靠這個豆瓣醬 是麻婆豆腐的味道 超香港的味道 和白飯很合 小時候不太會煮飯的時候 我會覺得香港菜好像很難 其實不容易 但自從一個人搬出來之後 尤其現在最近 我真的煮多了很多飯 其實這些香港料理 我都幾常做的 煮飯煮得多 我現在煮飯的速度 其實加上我只用了15分鐘 又KO了 真的很像 你在找不到菜煲的地方 又想吃菜煲炒蛋的話 你自己醃過鹹蘿蔔 炒菜或者炒飯 你隨時拿出來用 但我覺得麻婆豆腐的肉碎 因為我上次買的 是直接買免治豬肉 今次我買了豬肉粒 回來自己剁 真的有差異 免治豬肉 咬下去的感覺 會好吃很多 如果有看我IG的朋友們 應該都會看到 我最近 有上載了一些 香港酒店隔離 或者是 回香港機票的故事 究竟是不是要回香港了 是不是喜歡回香港了 本身是的 而且本身是想著7月回香港 4月份的時候 我跟前夥伴分開了 但我忽然多了大批貨 是他要我自己處理 如果我人在香港 會不會處理這批貨 會比較容易一點呢 搞批貨都搞了很久 數數量 轉倉 然後我要找人做這些東西 然後轉完倉之後 發覺原來批貨很亂 然後那些東西是亂了 你要找人數貨 對貨 最後呢 又由4月頭搞到5月中了 因為我8月是預約去旅行的 所以我希望所有東西都可以8月前KO 但因為我一直以來 都沒有特別想著要回香港 所以我沒有看過任何隔離酒店的東西 但誰知道一看發覺 喂 沒有位置 是想回香港都回不了 但幸好的是 真的我要在這裡非常多 就是三十士多 他是非常之有意氣的 幫我處理了這批貨 現在是個人不需要回香港都可以的 我想說 他剛剛出院份 在香港開了一間小食店 其實我之前想7月回香港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7月開小食店 很想他開幕的時候可以參與 就是因為發生了房屋 要收回房屋的事 如果我7月回香港 帶我8月去旅行 然後變相一定要9月才可以搞搬屋的問題 就是真的非常之說 好然後第二個 我想回香港的月份 就是接下來的9月 我真的看了所有回香港的機票 然後隔離酒店 我都看到是有位的 選好日子 就是準備給錢 誰知道忽然間就收到好朋友 發了連結 就說 香港而先與海外免檢疫通關 21月為目標 如果這個新聞是真的話 因為現在回香港還要隔離7天 雖然7天比之前的21天 是減少了很多 但是還是一個星期 就是我一個星期在酒店裡面 不知道做什麼 在浪費時間 這次回去 我是不單止自己 我會想和Josh一起回去 因為如果我們留在韓國的話 我們有工作 但我們回香港 其實也不是說有特別的工作 純粹是想著太久沒有回來 是不是要回去 順便看看之前的貨 如果不用隔離的話 他可能就一個星期內來回就可以了 那我就可能 stay兩個星期左右 所以最後我的決定 是不回香港 但是anyway 真的在韓國留了很久 2020年的1月 我在日本飛過來韓國之後 我就沒有踏出過韓國的境外 所以兩年多的時候 就困在韓國 還有不夠兩個星期 就會飛了 這次飛一個頗遠的地方 我覺得可以下個vlog 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最近我也狂吃這些香港的 這個私鄉之情 唯有自己KO 唯有自己搞定它 好 現在就要出發去弘大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一路圍繞在我腦海 就是雞煲 我印象中想不到哪裏還有雞煲 所以現在就要出發去燕南東 因為那裏可以帶狗進去 所以Tally和Louie都會帶出去 他們都很久沒有在那裏散步 所以想著讓他們 先休息一下 呼吸一下燕南東的草地空氣 自從留言有人說他像太陽之後 再加上他的Story 扮演太陽之後 然後我們就不斷聽太陽的歌 應該最近都會被太陽的歌洗腦 真的還沒覺得他哪一副像太陽 他小時候是更加瘦 還有頭髮更加短 所以小時候很多人都會說他像太陽 可能就是那種原因 但我自己本人我覺得他像Chelsea 對他的第一個感覺就是 為什麼這麼像Chelsea Hong Kong Welcome to Hong Kong Welcome to大排東 要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雞煲 這個是麻辣大煲 牛河通菜和雞煲 差不多 好啦沒見到這個老闆 不是 很怪自己的老爸 怎麼知道你這麼高的 但他們留在家很慘 所以拿去拿去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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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有了 你已經有了 他想吃什麼 對呀他經常會看人 你自己已經有了 這就是他在家裡 很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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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說他有什麼 今天就有了 然後是說他在家裡 都在家裡 已經有了 在家裡 有什麼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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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有什麼怪物 有什麼怪物 有聲音 年纪 差不多两年好吃鸡煲 香港人可以加这个木骨 然后肉酥 然后小小小的鸡肉 原生 这个是我好喜欢的 他好喜欢的 所以我给他一一下加很多 他不是韩国人 不知道是什么 他已经接受了所有各国 所以如果你设计公司早上 你能够吃这个鸡肉 因为如果他们吃这个鸡肉 你需要什么鸡肉 喝东西 喝一个冬奶茶 你叫 他用普通话 一个冬奶茶 冬奶茶 冬奶茶 OKOK 我看到了 我要一个冬奶茶 小冰小甜 现在帮你酒店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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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你那块 认真 我 我 喜欢 冬奶茶 他两个都喜欢喝的 他听得了我们说什么 如果我们说得清楚的话 真的听不明白 听明白 听明白 我们说话 明白 OK 请队 慢动了 为什么 正常队 我们说要做鸡肉 超来的 不能快 可以 用不弹 好 嘴 哈哈哈 沒有去過香港 也沒有吃過香港的東西 會煮一下香港菜 每一次Joss在IG上分享 然後他的朋友每次都會問 咦 究竟是什麼來的 然後很好奇 他都很想試一下香港菜的味道是怎樣 所以他們就想不如叫外賣 但是在我們playground的附近 是沒有香港餐廳 那最近的一間應該就是宏大的大排檔 叫外賣是看到紅貓外賣才有 完全不知道等待時間多長 加上我自己覺得香港菜如果放了太久 是會變得不好吃的 既然我最近也煮多了香港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我的手藝 是因為這段時間是有變好了 今天他們的午餐就會交給我負責 我煮給他們吃的 我自己私心 我真的很喜歡吃養香茄子 還有韓國其實是可以吃養香茄子 但是我覺得韓國的味道 跟香港的真的沒有得比 要告訴他們什麼是中式的養香茄子 還有我自己私心想吃雞翅 更應該可能煮薯仔雞翅 好 那我現在就出發買菜 哇 超好看 這裡有冷凍的雞 然後竟然被我找到最後一包 現在買了其他東西 其他東西是很容易找的 一顆應該差不多 一千瓦三個景品 每次我煮飯他就會站在那裡 不是 坐在那裡 你看 我這樣坐在那裡 但是你為什麼不吃飯啊 你為什麼不吃呢 你為什麼不吃呢 你問什麼 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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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只有一個小時 超趕的 因為我猜不到買菜 佔了時間也很多 我現在已經融掉了 雞翅了 炸茄子 然後就煎雞翅 最後做完茄子的醬 糖 糖 豉油 胡椒粉 鹽 少許酒 茄子要充分地印乾它 不然炸的時候我就會 我就會很慘的了 其實魚翅茄子可以 水煮 或者油炸 但是油炸的味道 口感好一點 香口一點 我覺得比較像 外面酒 或者餐廳做的感覺 所以我就用油炸 但是我發現油不夠 隨便吧 酒 也要酷 沾乾 沾乾 一次 泡的 金融 酒 酒 其實跟剛才醃肉的調味料是一樣的 C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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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來 其實平時我煎雞翼都是煎的 但是我忽然覺得既然有油在 還有很多外面的餐廳為了要香口 其實他們都是會用油炸的方式 待會我的韓國朋友應該會吃得很開心 乾杯 炸的長果 在手上 炸的稀釋 炸的麵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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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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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음식 처음 먹어본 한국인 이거 대박이다 이거 뭐지? 맛있다 이건 진짜 바삐로 먹고있고 근데 사실 내가 원래 가지를 안먹어요 근데 이 가지는 좀 뭔가 달라 이건 가지 맛이 안나 약간 고기 느낌같아 我真的要吃了 原來就吃了 只是水煮的水煮的味道 我忘了吃了 很奇怪 我又吃了 我又吃了 所以我準備了 我可以吃了 我可以吃了 我吃了一碗的 我也吃了一碗的 我吃了一碗的 我吃了一碗的 我吃了一碗 它是一样的 哦 这个香味很大 它是一样的 好吃 好吃 我真的要吃这个 这个是一样的味道 我刚才给你拍照 我给你拍照 我说你比较喜欢的 我说你比较不喜欢的 我说我说你真的不喜欢的 所以我真的要吃这个香味 如果我不吃这个 我可以吃这个 吃吃这个就会比较多的 但是这个是真的好吃 感动 我吃了一切肉 我吃了一切肉 我看了什么 我把这个肉切了 但我看了很多的东西 香港没有走到香港 我只是在香港有空间 你不在外面的地方 我可以吃的 我可以吃到外面 外面吃得比较好吃 炸装 吃了 吃了很多东西 我感到这个吃得到 我感到很好的 我感到有点餐 很棒 很久不見了 很久不見了